要這樣回來,會不會又變盤啊? 對啊對啊 沒聽啦,我們選 讓你一路從中秋轉到年底 大家好,歡迎收看新台比一比 我是Sandy 我是千涵 我是忠哥 中秋節要到了 千萬不要再談論這中秋變盤 因為我們要趕快來佈局這Q4的明日之星 所以這五張牌都有機會成為Q4的明日之星 當然有囉 好,那我現在先來抽一張好了 噔噔 梅花山 這是沒機會嗎? 梅花山就是今天非常火熱的中興概念股 我們都知道這個美國要制裁中興嘛 所以會有一些轉單效益 那這個聯電跟這個世界先進 今天就是紛紛一個大漲來的一個漲停板 漲停還放梅花山 我們之前就講過了 財經即時通一直講 對 就是大家跟你說你都沒在聽啊 人家看即時通就好啦 看比一比幹嘛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新增兩檔股票 那這兩檔大家相信也都有看到 主要是這個華邦電跟這個網紅 記憶體 亮燈 因為目前這個中興是幫造業創新的 是代工的 那因為這個中興被制裁 那相當擔心說這個快閃機體 有可能會出現缺貨 所以也是一個轉單效益 那為什麼我們把它放在梅花山呢 最重要是因為 你可以看到先前台電也是因為轉單效益 所以漲了兩根漲停板 是不是都一日行情而已 那就沒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在一個小山這邊 對啊 我們要Q4的名字產業 哥行情不行 但是哥我知道以你的誠意 一定不只給我們梅花山 你會給我們更多喔 更多喔 更多喔 就是這個 J J J就是我們常常知道的這個 蘋果在Q4要發表這個手機了 而且是5G手機 所以預期相關的工業都有機會 他可以舊台股嗎 對 舊台股的話這部分呢 種個就不敢講 因為這部分台股的話 會太腫了 台股可能是一些技術比較領先的 包括台電或是大力光 有機會吃到比較多單子 因為我們都知道 蘋果目前是積極的扶植 這陸系的廠商 紅紅的 對包括這個力訊 然後我們看到 蘋果是把這個偽創 希望他們把廠房賣給這個力訊 所以目前這個蘋果派 你可以分成兩大塊 一塊就是陸系的廠商 力訊廠商 包括什麼5457的宣德 或是2439的美律 這邊有機會跟著走一波 那在台系 我們就看到這個紅海 或是大力光 或是這個台電 都有機會跟著受惠的 台積電 紅海 大力光 都貴鬆鬆耶 對 大家都買不起 那動不了 所以我們把這個重點放在 新蘋果好了 剛剛我們聽到的 就是舊蘋果 大家都是有一點印象 新鮮的比較好吃 新鮮的比較好吃 當然啦 這個放了很多天 誰想要吃 那新蘋果 新蘋果是什麼呢 新蘋果 我們龍哥你抽一張 這張好了 其實這三張牌 都是所謂的新蘋果 那我們就看看是哪一張會讓大家可以彌照去做布局的 隨便抽吧 就這張好了 欸 王牌 王牌 這塊其實是散熱主旋 其實我們可以從最近蘋果一些動作來推敲說 蘋果手機在散熱板這塊可能會有比較大的變化 目前這手機5G5G時代 那目前這耗能是相當的龐大 過去工人手機可能散熱這塊不是那麼大的重點 但是進入5G這塊散熱這塊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所以目前技術是在哪一塊 散熱板加上石墨烯 所以如果蘋果這尋求第一大手機廠商也要開始導入這一塊的話 那相信這散熱板這塊就有很龐大的商機了 可是散熱板的受惠股是誰 散熱板這塊我們可以看這個奇紅 三天一切奇紅或是3324的這個雙紅 那當然石墨烯我們剛剛提到石墨烯 目前石墨烯的這個材料就是PI 那目前台灣產商有一家公式叫做3645的打賣 大家都可以多做留意 那另外一塊我們想特別提一下這個3653的建設 那建設為什麼要去提它呢 它其實也是這個散熱板的 那最主要是因為台電目前推出一個HPC的晶片 那這個高效能運算晶片主要是用了這個給Tesla Tesla作為自家系統用的 那這個HPC的晶片賣點是在哪邊呢 它把這個散熱板壓縮在它的封裝裡面 所以等於是散熱板是必須 散熱板在這個先進封裝裡面是不可少的技術 而建設是目前這個台電HPC獨家供應商 所以這整個散熱板其實我們剛剛提到這個Tesla自家系統 它不只可以用在智慧型手機 其實整個5G來看的話 都必須用在散熱板這塊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市場上會非常的龐大 那目前開台已經 GTI已經也蓋得差不多了 5G這個題材是基礎建設先行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中端運用這塊 所以隨著蘋果手機這邊5G開始要賣之後 接下來就看這個網通的相關類估 或者是什麼高效運算這一塊 所以中端把這兩塊擺在這邊 那想知道有哪些個股應該怎麼樣知道呢 龍哥的愛者群組就是小阿蘇BVA5820H 還有龍哥的特館Fly1768 喜歡我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金牌BB我們下次見 掰掰